我試過抽筋 後面有人問為什麼攝影師這樣 我剛才看到他 嘉騰英有教過我 但由於那些都是秘密的口傳 所以我不能在這裡公開分享 但我自己覺得在苦練的過程當中有點艱苦 苦練是真人練法還是真人練 還是有其他東西練呢 找人練還是自己練 是 找人幫忙練還是自己練 找人幫忙 可能原來找公仔 但公仔是沒有反應的 但不是的 家騰英那種功夫 去到公仔也有反應 玻璃杯也會爆 有時候會停電 他們最值得人尊敬的地方 就是AV的女優 就好像他們的身體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是屬於觀眾的 例如蒼井空是屬於大家 所以 意思不是人本身屬於大家 而是他身體屬於大家 所以 他在演出的過程當中 他沒有想過自己的身體 跟他自己有什麼關係 但是觀眾需要我 所以 他需要我的手舉高 就想舉高 他需要我叫我就叫 我很好 很多演員都 對自己很大的執著 我真的聽過 有一個故事 是笑死你 話說有一個導演 想請一位大哥 演一個角色 一開場 就說他在監獄裡走出來 他就說 等一下 我不會接這部戲 為什麼呢 這位大哥 很簡單 誰會抓到我 我怎麼會進到監獄呢 所以他結果就沒有做到那部戲 不是 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我們有嘗試過的 嘗試過不是這樣的 譬如去到跟他們談 我們是三級短 他又不是四級 所以就不用看到重要部位 於是我們要黏膠紙 咦? 等一下 人家就問 他為什麼要黏膠紙呢 然後我們就解釋 因為怕重要部位不會被人見到 為什麼怕會被人見到呢 因為怕不好意思 蛤? 為什麼怕不好意思呢 就是因為我們就不用見到 蛤? 為什麼不用見到呢 就是這樣 互相見 就隔了一個多小時 都解釋不到 結果他們就不願意做這件事 因為都是這樣的 你叫張萬玉拍戲 沒有理由黏膠紙黏著的樣子 張萬玉的樣子是重要部位 那AV女優的重要部位 就是他的重要部位 那你沒有理由黏著的 就是他覺得 那別人這樣拍戲 你沒有理由 入鄉不隨俗的 對不對? 你們日本人在家裡 要脫鞋 關我什麼事? 我就踩到你整個屋都是鞋子 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就沒有穿到衣服 拍 那通常 這些東西都有兩極化的 就是 譬如 很痛苦你也不會忘記 對吧? 嗯 正如那個 菲拉 你說的 就是 要做一件一生人都 不會忘記的事 那對方也有回應 像荷瀟也有說的 那你不去 康康間 那這件事 康間也都 一生人都不會忘記的 那你康康間 都 那個字 很少有 對不對? 我自己本身 我做事 就很少想 後果 我自己本身 就是 我會想 效果 也會想 效果 有時候你很難 因為 怕那個 後果 而 放棄那個效果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 有效果 最有效果 也算是 減肥 因為 有很多事情 做了是很長遠 才能看到效果 減肥的 很快 很容易 眼部 不用等下 一生 立即有回應 那你就 你覺得 那個啟發很大的地方 就是 你有做很多事情 你會做了之後 也不知道行不行 很多人說 吃棕草很有農 你怎麼知道 不是啊 吃了之後睡了 或者你那陣子累了 你很難絕對 是相關於這個事情 或者 算了 我戒酒 但是 我肝不明白 我戒酒會好一點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就是 那你老了就知道 就是老了才知道 但減肥 三個月後你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 那件事是 很 很開心的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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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